为了提升秀林乡文化观光与部落产业能见度 秀林乡公所8月3号和北海道白老庭举办了线上签订友好交流议定书 秀林乡的王玫瑰、白老庭庭长、护铁安燕都一起在线上签订了这一本议定书 秀林乡的王玫瑰表示 商业以来积极推动秀林乡各个观光产业的能见度 不请向内办理各项部落产业的辅导以及推广计划 同时也连结花林新政府、台北市政府、学术单位、花林农改厂等单位 一起推动本乡的产业发展 而这次秀林乡能够迈向国际化的脚步 与日本白老庭签订友好交流议定书 让秀林乡与国际之间有更多更良好的互动以及连结 希望可以借助更多的国际交流经验 展现秀林乡泰国族在地的自然以及人文特色 让全世界能够看见认识秀林乡泰鲁格族深厚的文化产业 汇签跟他们签上协定书约 其实最重要就是要扩展我们整个产业的发展 那我们应该都知道 日本国他那边有一个叫艾依奴族 艾依奴族其实他是当地的原住民 那我们想说跟他们在不管是在文化也好 教育也好以及产业发展也好 能够进一步的来做一个交流 那这几年其实我们在推展整个产业发展 我们都一直觉得是说一直推不出去 那我们是希望是说能够让我们的文化产业能够走向国际 就必须一定要跟他国的少数民族能够做一些交流 透过这样的一个交流机会 不仅是可以扩展我们自己的视野 更能够让我们的产业是能够国际化 我想这个是最重要的 希望想起码透过签订友好交流协定案 积极向运用在地优势进行城市外交 逐步建立文化教育经济社会等多元面向的交流管道 并把握国外城市接触的机会行销花莲 搭起之后进一步友好往来的桥梁 促使两厢丁交流成为修理营乡 外交的中央一环 希望透过签订友好交流协定 拓展修理营乡产业外交的崭新视野 记得喜欢我们的朋友们